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圣灵明说,在后来的时候,必有人离弃真道,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。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,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。 就是神所造,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,若感谢着领受,就没有一样可泣的,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,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。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,在敬前上操练自己,操练身体益处还少。 唯独敬前,凡事都有益处,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,这话是可信的,是十分可佩服的。 我们劳苦努力,正是为此。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,祂是万人的救主,更是信徒的救主。 这些事,你要吩咐人,也要教导人,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,总要在言语,行为,爱心,信心,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 你要以宣读,劝勉,教导为念,只等到我来。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,就是从前借着预言,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 这些事,你要殷勤去做,并要在此专心,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,要在这些事上恒心,因为这样行,又能救自己,又能救听你的人。